嗨 大家好 我是老阿妹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走 元宿和射谷的逛街攻略 2023年的年中到2024年的年初 會有一系列的新開店家 所以呢 除了要帶大家看一下新開店之外呢 我也要公開分享一下 自己私底下的逛街路線 包括射谷的一些小巷弄區 里射谷 就是所謂的澳射谷區 或是元宿 東口出來直接逛到我最喜歡的 Lafolet百貨 還有一些路面店 路面店也有新開的旗艦店 想要介紹給大家 我們就立刻逛街逛起來囉 澀谷第一站呢 一定會先帶大家看最新 最有趣的 這一棟大樓叫做道玄板通 它是2023年8月才開幕的 商場其中很有趣的就是一樓 除了有非常有名的原田燕咖啡之外呢 有一家店超級有趣 它是東東東的停熱價格 裡面完全都是販售 東東東的自由品牌 停熱價格就是售價都會比較低 店內很有趣的就是 它會整理排行榜 讓你一目瞭然要買什麼 我們剛剛逛了一下 熱銷全部都是跟吃的有關 在銷售排行榜的隔壁超級有趣 它是滯銷排行榜 上面會貼著大大的反省兩個字 但是為什麼會滯銷呢 他們也在反省中 看到很多牌子上面 就是很多人會 有點頭痛的樣子寫它覺得滯銷的原因 有一個消臭枕頭 它的盒子超級無敵大 消臭兩個字寫得很大 他們自己內部檢討的原因就是寫說 消臭兩個字太顯目了 拿去櫃檯的時候 就會顯得說 蛤到底是有多臭啊 需要買到這麼大一個商品 太丟臉了 不敢拿去結帳 所以因此而滯銷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就是他們會時時刻刻的反省 檢討一下為什麼產品賣不好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家商店 用這麼有趣的方式經營 齒力很夠才做得到吧 也算是幽默啦 對啊 說不定你看了以後 你覺得完全不介意 還反而被它吸引 滯銷說不定價錢更便宜 好說到澀谷逛街 除了大家比較熟知的 109啊 我身後的帕路口之外 有一區巷弄內的澀谷區 我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當你一路上坡上坡上坡 路過帕路口的時候 不用停 繼續往上走 往代代木公園的方向 全部都是一區世外桃園 裡面有很多潮牌 還有一些日系品牌 重點是還有一家 我非常私心最愛的 奶茶店 帶大家去逛澀谷 我心目中最好逛的一區 其實我真的一直很愛 FREAK STORE這個牌子 帶大家快速的逛街 看一下今年秋冬會流行什麼 例如說這種裙子 我覺得一直都非常的好看 不是很單調的 白色的裙子 它都會做一些抓皺 有時候甚至會給你綁一個 抽繩 塑緊的 肚子很大 你就故意在那邊塑一下 根本看不出來是裙子還是肚子 是不是 雞皮 然後呢 今年秋冬還蠻流行 仿皮革的外套 我覺得還蠻帥的 譬如說 你看這個 我們剛才有看到另外一個 上面有毛的 我也覺得好好看喔 每年冬天的這種真織衫 我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可以在FREAK STORE找到 偏休閒風一點點 做這種比較基本款的 都還蠻好看的 也很好挑 FREAK STORE因為是走比較休閒的 可是我覺得它偶爾也會有一些 非常女性 然後很可愛的設計 例如這種東西 或者是色彩很繽紛的顏色 我都覺得還蠻好看的 它還會有一些選物 會選一些比較機能款的 外套或者是配件或者是衣服 所以我都覺得在FREAK STORE 可以滿足各種風格的女生 因為這一家色谷店二樓是男裝 所以整個店面區隔得非常明顯 當女生在下面逛的時候 男生可以上二樓找自己的 就不會無聊 店面非常大 非常舒服 店員都蠻親切的 推薦大家來色谷店逛FREAK STORE 這裡是不是非常好逛 因為我才逛了第一家我的愛店 我就立刻手滑 我也不知道該說 你們要來還是你們不要來 總之呢 這邊就是非常好逛的一區 我們再往下面走啊 就可以看到很多潮牌 比如說有Suprina或者是App 或是.ST集團下的一家男裝品牌 雖然它有女裝 但是我覺得它的男裝比較多款式 我覺得蠻出色的 蠻推薦給男生們 因為很多人都會問說 來日本男裝要怎麼挑 我覺得那一家個人蠻推的 或者是這一家 攝影師背後的這一家 它的也是.ST集團底下的一個品牌 而且它就是走酷酷風格 總之我覺得在這巷弄內 非常多的品牌 你可以一家一家慢慢挖寶 就算你不認識這個品牌 沒關係你就進去逛逛 開始認識所謂的日系潮流 現在我們要往下面去走 走到我非常喜歡的一家奶茶店 超級無敵好喝 這一間呢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家 紅茶店 它雖然賣紅茶 可是我真的大推它的奶茶耶 覺得它奶茶怎麼會好喝成這樣 冰的和熱的都很值得點 雖然它真的看起來不怎麼起眼 可是味道真的太出色了 它店名叫肯亞嘛 所以它的茶葉照理來說 應該是來自肯亞的 茶葉非常之濃厚 它的牛奶的奶香 根本蓋不過它的茶葉味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喜歡奶茶 但是喝茶味重一點的人 大推你來這一家 上次我帶了朋友來喝不誇張 喝到冰的奶茶 每個人都雞雞叫 雞雞叫 欸他們沒有誇張 他們每一個人都在讚嘆 讚嘆說這一杯會不會太好喝 我真的沒有入股這一家 可是真的是好喝到一個不行 茶葉每一壺 每一壺去煮出來 然後加了非常多冰塊 不管你是要喝熱的或喝冰的 它的風味都非常的出色 逛街逛街了 如果你不想要喝斜對面的藍瓶咖啡的話 你可以來試試這個 喝完奶茶有氣力以後 我們繼續來逛澀谷這一區 這家店真的每次都會讓我走不出來 裡面有非常多的生活雜貨類 而且它都是屬於比較偏工業風一點 如果你在台灣是開咖啡廳 或者是你自己很重視生活質感的人 不要輕易走進去 你會出不來 真的 裡面有很多我很喜歡的東西 例如說它的MEMO板 有點工業風 可以固定你的任何小MEMO紙 或者一些帳單等等 然後我還很喜歡它的香氛類的東西 除了味道非常的好之外 造型我都覺得做超酷的 其中就是有一個像喝威士忌的酒杯 做的小小的烈酒瓶 那個香氛組買來送的人真的超有面子的 這一家店還有一些特色的東西 例如說垃圾桶 它裡面是不是超多種垃圾桶 不管你知道彩色的啊 或者是比較工業風 金屬質感一點的 專門垃圾分類的垃圾桶 裡面都有 樣式非常的多 覺得超級無敵讚 很有生活質感 很有品味的一個地方 好接下來我們來到澳瑟谷 你也可以稱之為里瑟谷 如果你是很喜歡三圈茶屋啦 或者是棕木黑喝下午茶的地方的話 那我就會推薦你來澳瑟谷 因為在澳瑟谷裡面呢 有一家最近非常有名的咖啡 就是挪威來的那一隻 紅底白鳥的那一家咖啡廳 這一區呢 除了那一家有名的咖啡之外 其實還有非常多 也很優質 氛圍也很棒的咖啡 然後順著挪威來的咖啡 再往下走去 甚至還有非常非常好吃的 隱藏版的三圓木美食 如果你想要來一點 不一樣的逛街後的下午茶 那我就會推薦你來澳瑟谷玩一下 很讚的氛圍哦 在澳瑟谷呢 就是隨便一條小巷子 都充滿了很有特色的咖啡廳 像我們現在在的這一家 叫做咖啡Supreme Tokyo 大家都會覺得說 它是不是跟潮牌Supreme是有關聯的 其實他們兩個是並不相關的 其實是來自於 紐西蘭的連鎖咖啡廳 像你買一杯Supreme的巧克力 杯子啊 吸管很可愛 咖啡很濃郁之外 周邊也超級可愛 尤其是他們的咖啡豆 就會用很歐美的小紙袋 買一個風夾包裝起來 就會覺得很有生活的儀式感 生活中注重一點小細節 然後在Supreme的旁邊 有另外一家非常有名的咖啡 叫做Carmobac 裡面還有賣玉子燒三明治 也非常好吃 所以如果你肚子有點餓 你可以去隔壁買玉子燒三明治 然後喝喝Supreme 很適合大家逛街 覺得逛得差不多了 不妨往澀谷的裡面走進來 澀澀谷應該會給你不錯的感覺 最後呢 我再帶大家去吃一家隱藏版的甜點 像這一家蛋塔店呢 是附近居民非常喜歡來排隊的店 小小一間有點歐風的感覺 如果你想要吃比較道地口味的 普世蛋塔 那你在東京的話 就可以來找這一家店 一個是280日幣 很脆耶 從裡面都聽得到 超級好吃 給大家看一下 普世蛋塔派皮比較多層次 比較酥脆 而且它外面有些部分會烤得比較焦 所以那個焦香感超濃郁的 然後裡面是奶油餡和蛋液 吃起來風味很獨特 多層次的感覺 我跟你說 如果我有來澳澀谷 我一定會過來買這一家 聖誕節 你想要看青枝洞湖 沿著帶帶目光圓 一直走一直走走 走到澳澀谷 不要忘了順路來買這個蛋塔的吃 說到澀谷還有一個非常想要推薦給大家的 當然是燒肉後面這一家 叫做新井谷 就在澀谷的道悬板上 蠻像弄內的一家店 不過我覺得燒肉非常的內行 它塔北拉的分數有到3.66分 為什麼我會推薦它 如果你是喜歡吃牛舌 特別是後切牛舌 這一家真的是夢幻一品 這一家的牛舌點到特上等級的話 三家都不低 也是他們店裡的招牌 也是大家來這邊一定會點的 不管你是烤得過熟 或者是烤得比較深一點 它怎麼咬 脆度都還是在 深一點它也不會讓你咬不斷會咬到筋 這一家完完全全的增幅而新 後切牛舌就是應該長這樣 非常好吃 可是我們也同時點了比較低單價的 鹽味牛舌 薄片的那一種 超級無敵霹靂好吃 尤其它的蔥鹽調味的也非常的剛好 蔥鹽是屬於甜甜的那一種蔥 不是嗆辣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特別的好吃 牛舌烤好以後 放一點在你的牛舌上 這樣搭配白飯吃起來 真的是Amazing 我個人覺得很好吃 甚至我現在吃完以後 我用講的還一直分泌唾液 最後一個是牛乳花的部分 而且你是點了側上牛乳花 油花分布的會更漂亮 但對比較怕油膩的人來說 會有點過油 所以試試不用點到側上 這樣就可以把預算控制在 一萬日幣以下 非常好吃 從表餐到口走出來就是特別舒服 因為路都很寬 遇到的第一個十字路口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逛街的重點 我現在的背後就是東極百貨 一樓二樓 就有非常多女生會想要買的 Mauzy啊Slide啊 一些辣妹品牌 然後右手邊這一棟形狀很奇怪的 它就是Lafolle百貨 Lafolle也是我個人非常愛逛的 然後過馬路就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的 Nicoll M跟3Coins 不過重點是這裡 來你們來看一下 過馬路往左邊走 就有一家非常大的UGG 是2023年7月才開幕的 因為很多厚底雪雪 在去年的冬天非常紅 今年甚至還沒有退燒 可以去那家超大的UGG旗艦店找 我們先去來逛一下 這一季的有一些單品 我真的覺得很可愛耶 你看它還是保有它後底鞋的元素 而且還是極短筒的 這個是去年很多女生的夢幻藝品 今年推出了深咖啡色 它有一些款式 我都覺得還蠻特別的 例如說毛毛短筒靴 它比較類似懶人鞋的概念 可是我都覺得好可愛喔 然後它有兩色 我覺得這種東西更實搭了一點 如果很擔心你穿短筒靴 或者是有點鬆筒靴 看起來腿會比較短的人 基本上我覺得這種款式比較好駕馭 而且加一個又流行回來的泡泡蛙 我覺得超級可愛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比較工裝風的款式 例如是這一種 帥氣均靴款 還有做這種 你要說它夾襪套也好 不同材質拼接的感覺 它也一樣是雞皮的材質 可是它是有點墨綠色 個人覺得蠻好看的 欸 這一雙還蠻好看的 它還是不同材質的平階 這個是防潑水的 厚底就是女生的王道 非常好看的這一雙 幫大家看一下價錢 28,600 其他還有一些周邊 例如這種帽子 帶雪白邊的帽子 是不是還蠻可愛的 如果你2024有打算來日本 記得來這家旗艦店逛逛 因為除了鞋款類以外呢 還有非常多的服飾類 甚至是羽絨外套 在旗艦店可以一次禁收這麼多款式 但是還蠻方便的 來到人數表參道這一區呢 有一個小地方我會 特別喜歡窩在那邊 那就是貓結 只要你經過Kiddy Land 然後往這一條巷子走進去 這一條就是貓結 一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你就可以一路的逛到澀谷去 如果天氣好的時候散步啊 逛街 會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帶大家去看一切啊 貓結最適合慢慢散步了 尤其我覺得現在的天氣非常的舒服 散步呢 當然就是要有散步美食 每次我來到貓結 一定會吃散步美食 就是我身後的一家笑章魚 來一次吃一次 通常我都會吃上面有很多蔥的 或者是原味醬汁 再來就是蔥鹽美乃滋的 我覺得都很好吃 這一家的章魚燒 我會推薦的原因是因為 它也是嘻哩呼嚕的那一種高湯風味 軟爛型的內餡 所以裡面的高湯非常的鹹香 重點是每一顆的章魚 給的都還算多 如果天氣再冷一點 買一份站在路邊 非常的燙口 可是整個身體就會溫暖起來 蠻好吃蠻舒服的 所以笑章魚是我每次來冒街散步逛街 一定會買的美食 我們今天從澀谷一路走到原宿 走了非常非常多的路 所以這次呢 真的很想要大大的讚揚一下 這一次的乾媽 我的艾康衛生棉 講到艾康呢 女生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 涼感衛生棉 不過因為現在是冬天 基本上我個人比較害怕涼感 所以艾康這次推出了 綠色小包裝系列的 抑菌系列 抑菌系列它的好處就是 女生如果長時間不更換衛生棉 很容易滋生一些細菌 這個系列的艾康呢 它就有獨家的抑菌配方 SGS測試 30秒呢 它就可以抑制外菌高達99.9% 就能有效的趕走驚奇的異味 它也蠻輕薄的 你看它裡面總共有9片 可是它包裝只有這麼小 非常的輕薄 如果你也很重視表面的舒適感 它的表面棉質 也會讓我們接觸皮膚的部分 感覺到非常的舒適 所以這次艾康液菌系列 幾乎把我所有在意的問題 就給一次解決了 像我這個人 常常有一個壞習慣就是 一逛起街來 常常忘記吃飯喝水 甚至連跑廁所的次數 都大大的給它減少 把握在逛街的每一分每一秒 甚至我如果要長距離的移動 譬如說我去清景澤 我去草莖 都要長時間的搭車 如果不能勤換衛生棉 這時候呢 我就會推薦大家穿這一款 噠噠 透揚抑菌酷型棉 老實說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我會有一點抗拒 想說這跟成人紫尿褲真的不一樣嗎 沒有開玩笑嗎 後來我真的是完全打自己的臉 因為我第一次穿的時候我嚇到 它真的完全符合我的任何的褲型 它的彈性非常的大 不論我是骨盆小 甚至我給我妹啊 或者是給我姐啦 甚至我的朋友 也都能完全的符合他們的腰 臀和腿圍這邊 還有一點非常的重要 就是穿褲型免不用擔心 它的褲痕會很明顯 基本上呢 你如果這樣子看我屁股 你也看不到它有內褲紅肌 這就是我覺得 它還蠻不錯 蠻貼心的一點 假設我是生理期第二天好了 真的也不必擔心穿到內褲 至少它的吸收量會比較全面 如果你去旅行 我也會大推 因為飯店的床單有夠白 真的是弄髒一點點都會被發現 通常我就會直接穿這個 包准你翻來覆去不用擔心 這就是呢 我使用艾康的所有心得 分享給大家 我會選擇 接下來這一家貓街上的店 就是我非常推薦大家來逛的 因為超多人問我 我的包包 或者是我的手機吊承 到底是什麼品牌 那我就來公開一下 其實就是這個品牌 超級可愛的這家店 我的繩子是藍色的 真的非常多人問 店面裡只剩粉色 可是一樣是非常的可愛 那還有之前我一直很想買的手機吊繩 就是這一條 銀色的 然後有一些小瓜 或者是銀色的帶蝴蝶結 是不是都超可愛超夢幻的 我個人還蠻喜歡他們家的手機吊繩 比較有造型一點 那接下來呢就是它同款的包包 今年Mousey有出類似的款式 如果你喜歡這種 比較有金屬份量質感的小珠珠包 這個包包大概是9900日幣 還有我現在身上這個購物帶類的 這邊有的 你看 跟我身上這一款幾乎一樣 只是我的內裡是黑的 它的是銀色的 背起來就非常的可愛 有點皺摺圖案 這邊會有點荷葉邊 整體就算很樸素樸素的 可是包包就會增添一些不一樣的造型 甚至呢我之前很喜歡這種荷葉包 然後它是軟皮革的 質感會不錯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它有比較小款的可以鞋背的 就是長這樣 那除了包包之外呢 他們家有很多小材布 小材布也是我之前會拿來裝零錢的 我覺得很萌很可愛 例如這種 真的是少女心會大噴發耶 之前出的是嘴唇系列的 現在都變成愛心系列的 票夾 我覺得蠻實用的 如果你需要票夾然後零錢帶 這款還蠻有看的吧 很多很少女的細節在這個皮件裡 我很喜歡買他們家的東西 你一拿出來的時候別人就會說 欸 你這在哪裡買 這個我也會推薦給大家 尤其是旅行的時候 這個東西呢就可以讓你裝你的戒指 跟你的耳環這樣子 收納包 好好的收納 收納戒指啊 或者收納髮夾啦 甚至你要把項鍊放進來 都是OK的 對女生來說蠻實用的 而且小小一個 那最後我再帶大家看一下 今年算是比較流行的包款 就是有點類似那種 羽絨材質的泡泡包 背帶可以調整 你可以做整個大寫杯 覺得還不錯 蠻實用的 適合各種身高的人 顏色都還蠻可愛的 個人覺得不錯 或是這種亮亮的 今年冬天就是要亮亮的 不管你是亮粉的亮啦 銀片的亮啊 或是上午這種 錫脖子的亮 包包也很流行 那這邊出的就是比較別緻 它的亮粉感覺就很精緻 這家的包包是我每次來 都會添購一兩個回去 單價從四五千日幣 到上萬都有 可以挑選適合自己的價位 重點是因為很多人問手機神 所以我覺得來這邊選購 應該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元素貓街最後一站 我們來到了 近期在日本小女生街中 非常火紅的咖啡廳 我覺得這家咖啡廳的名字本身就很可愛 叫做The Little Bakery 所有的小點都做得非常的精緻 你看這個很酷 這個是餅乾夾型冰淇淋 而且它是做聖誕節限定版 蠻可愛的吧 隨便拿一個他們家的餐點 是不是就是話題十足 所以整家天幾乎都被女生刪去 也難怪可以成為日本年輕女生中 最近話題度非常高的一家咖啡廳 好 在年沒來也是變蠻多的 希望大家2024年來的時候 看完這一集會有一個方向 大概可以逛哪些 然後在哪裡休息 在哪裡吃東西 我覺得元素和澀谷 真的是還蠻好玩的 吃的美食多 時尚潮流更是不用說 更何況我們還有一區 里元素都還沒有介紹到 這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等著你們自己去開發 不過我今天就是稍微 把我自己平常私房會逛的 都介紹給大家 那希望今天的內容大家都會喜歡 我是老媽妹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